卡军火商来台 而且真的是很大倍不是小倍 洛克希德马丁全世界最大倍 包括雷神全世界第二大倍 所以25家军火商要访台 这25家他们到底要来干嘛 这才是重点 如果一起来做行李 他是要来卖我们军火的 那我们不见得会受益 但如果他是来下单的 我们的机会就很大了 大阵仗超大咖 美国有25家的军火商 5月2号会来台湾 那这25家你看这个名单 不得了 全世界第一大的军火商 洛克希德马丁 第二大是雷神 那这个弱马我们知道 F-345最厉害的战斗机 一生产 那雷神大家听过 我们也买了很多话 爱国者飞弹 雷神就是爱国者飞弹 但是这25家的军火商来台湾什么 参加台北举办的国防论坛 拜会国防部 拜会中科院 拜会了国内相关的厂商 最主要谈两个议题 就是如何增加台湾的弹药 灰弹的产能 第二个无人机的议题 那他到底是要来卖我们弹药 还是增加我们的产能 增加我们的产能 那是跟我们下订单 或者做技术移转 那如果是纯粹 希望我们弹药库增加的话 他可能是要卖军火给我 卖军火的话 其实不用来台湾 我们早已经都跟他采光了 所以他是要跟我们合作 对 要合作 就是说那个观念 我们不是常讲的 在台海万一发生战争之前 我们要囤积相当的武器 跟所需要的弹能 所以不仅仅只是靠买 我们自己也要做 对 那这里面我们特别挑出来 无人机这个议题 这里面有一家公司 叫通用原子 它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那个无人机 MQ-9 四层无人机 四层无人机 那展开的机翼有20公尺 可以持续飞30个小时 就一天以上 好厉害 不会落地 然后它的高度 可以达到15公里 那最多的时候 它可以同时携带 8枚的飞弹 所以这个无人机MQ-9的话 哇 所向披靡 那当然台湾 我们有去采购 我们去年8月 采购了私价 私价 我们来个私价 是在海上 空域可以攻击的 那你才多少钱 一共 一百多亿 我记得 一百六十八亿 观众 那MQ-9 一百六十八亿 新台币 新台币 另外还有家公司 我想问一下蔡总 这家公司 我们可能比较陌生 叫空静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听过 但如果我讲弹簧刀 无人机 那大家就有印象了 因为我记得之前 我们自己的厂商说 我们要做台版的 弹簧刀 无人机 其实真正的原型 是空静所生产的 弹簧刀 无人机 它是不是 寄转给我们 授求我们做台版的 弹簧刀 对 这个就叫做 Air Environment 空静公司 它的原型就是弹簧刀 三百星 那我们中科研是参考 我们讲这个武器 为什么台湾非常需要 为什么 它可以单兵 单兵就一个人 攜带的武器 然后再建上 它的花射筒 花射了以后 它可以进程的 近距离的攻击 大概距离有十公里 它可以停留在空中 十五分钟 然后寻找目标 可能是人 或者什么战车 把它攻击 万一你暂时的时候 找不到目标 它还可以设定 因为你在面板可以操控 自我毁灭 所以这个武器 我们非常需要 好 我们放到画面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为什么叫弹簧刀 它真的蛮像弹簧刀的 你可以看到 它射出的时候 这样跑出去 是不是很像弹簧刀 就这样弹出去 它弹出去之后 它又可以再射出飞弹 所以弹簧刀是蛮厉害的 那台湾现在可以生产 自己的台版弹簧刀 我们还有一家公司 叫做千副精密 是不是 据说它也是 专门在做军火工业的 这不是做水的那家千副 当然跟这家千副 其实是关系企业 千副精密 据说是洛克希德马丁的 供应商之一 对 洛马在台湾唯一的供应商 其实三四十年前 你知道这家公司做什么 做AI 做AI现在来做军火 但后来不是 汉响的前身一个航花中心 它要发展这个航钛 就找了千副精密 所以现在变成 爱国者三型灰弹 大家看那个画面 它不是一个花色 一个控制箱吗 控制箱的供应 就是千副精密 你不要看 一个控制箱里面 要三百个零件 把它精密的焊接 焊接焊接 它现在工厂是在中科 每年交给洛马 六十个控制箱 好 那我打个唱 也就是说爱国者三型飞弹 虽然是雷神做的 但是它的飞弹控制箱 是洛马 洛马的供应商 是我们千副精密 对 你不要看这家公司 去年的EPS六块 很厉害 六块 毛利率多少 60% 现在连前股王 大力王 那个毛利率都跌破50% 它的毛利率还比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只剩54% 它比它高 那光是这个月 4月股票就飙了60% 好飙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千副精密也是军火概念股 我们回来看选股方向 所以蔡总 这时候 因为现在军火概念股 真的很夯 军供股很夯 我应该怎么选 对 我们这里 就是说站上所有的金线 我们告诉大家 今天因为是波音 波音昨天公布的财报 交飞机的数量增加 它的财报不太妙 对 它亏损是扩大 但是重点大家看的是 它交飞机 你看比如737的MAX 月产量增加到38架 然后这个 所以大家还是把它当力多 也就是说各国解封了以后 现在航太对飞机的领主舰 对飞机的生产 产生巨大的需求 那有些做航太的 它就跨到了军工 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 最受惠 好你知道蛮夸张的是 我看到媒体报道 我们在今天给 说波音和空吧 空吧也卖很多 大家知道空吧 不是马克宏去中国之后 拿到了160架空吧的订单 现在印度有跟它买很多 印度一买买470架 航空史上最大手笔 所以不管是波音还是空吧 现在订单满手 我看到报道说 他们这些订单要消化完 观众朋友 要11年11年 11年都不怕没获出 有够厉害 所以航太股应该有很多 对绝对不夸张 光是国内航太工业 在手的订单 要5年才全部消化 这样我还是要去追汉祥是不是 其实你看今天这个 都是把股价 把所有金线占上去 雷虎 汉祥 宝医 宝医的股价又创新高 千户精密 然后祝隆 这个股价今天创新高 亮灯的涨堤 亚航这些 这些基本上 都是跟航太军工有关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选 我觉得这里面 你来看一下4572的祝隆 4572的祝隆 我们来看一下祝隆 我特别讲一下 它是空八供应链 因为这些不见的 有的是波音 但空八比波音 未来更有成长性 就中国跟印度给了很多订单 它今年EPS也可以六块 冲下新高 但是今天出亮了 另外一家也是空八 股票便宜 在EPS差不多 5284 JPPKY EPS差不多 但股价差很大 对 一樣是六块 也是空八 那它才119 对 它的股价119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太注意 有时候现在这个军工 航太的股票太多 但是大家都很陌生 所以这一家叫做JPPKY JPPKY EPS一样 但是股价差很大